各位獅子的朋友們 在這個農曆十一月 伴隨著射手座的新月 其實你們要留意些甚麼 在我之前不同的 不過算了你們都不會聽到之前的 除非你們之前的太陽或上星 是之前的星座 但是無論如何 因為這次日月合相 其實它沒有其他特別的上位 所以我們反而是不需要看那些東西 所以塔羅也是 我最近做的很多塔羅 都沒有特別去說 你們會有些甚麼新的機遇 新的嘗試 現在都沒有這些 好了 但是反而其實就提你們 麻煩獅子 當你們有一些金錢方面的計劃 或者是得到一些援助的話 那就快些助言起行 甚至是噜反應 因為原來 任何一些物質方面的好處 一些得益 或者是一些potential 如果你不加緊去握緊它 很快就會蘇州過學 沒有聽答的了 是的 我們詳情 這個是塔羅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我們詳情可以看看那個星象 對你來說 看看水星 對你來說 剛剛水星逆行完了 大家都知道 雖然它現在是回復信行 但是原來我們呢 都叫它還是一個厚陰影期 即是說其實 都還是有些余波未了 是的 另外就因為它 伴隨著這一次的射手座新月 其實它在三分緊 在雙魚座入廟得世的那個海旺星 是的 在逆行的海旺星 是的 即是說 其實真的在一些時間管理 是的 還有一些我們經常說 一些資源 是的 其實最大的部分 都離不開錢 是的 錢和時間管理方面 你們很容易吃了豬油膏 麻煩你們要快點走 加上在兩顆行星的影響之下 是永恆那個行 恆生銀行那個行 就不是行路那個行 因為 行星 不過我們一般都是叫行星 但是沒有鼻音的 行星呢 或者行星是planet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那些金木水火土星 但是現在我是想說 fixed stars 行星 有個鼻音 很pretentious的鼻音 那行星 在兩顆行星的影響之下 其實會更加加大了 你們那個食豬油膏的程度 那有關這兩顆行星呢 我在這裏不想再重複了 但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聽回雙子座 那兩顆行星呢 分別是叫Alfaca 和Zubanel Januabi 是的 那為什麼我會認識這些呢 因為我是做古典占星的 所以其實很多現代占星師 他們從來不會跟你們說行星 因為他們連色都不懂 但是其實古典占星呢 是非常之注重這件事的 是的 還有請原諒我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那些行星 是叫中文什麼名字的 因為我以前學古典占星呢 我是跟一個法國老師去學的 我們是會講法文和英文的 所以那個訊息很清楚 其實總之 有一些機會 或者別人去借錢給你 什麼都好 真的不要想得太久 越想得太久 你那個機會就越渺茫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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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